提前各位全球投资料大家好 今天表现都还算不错 而且它的确有业绩成长 下半年展望乐观的一个题材 所以回过头来 风路你先帮大家看一下盘 短线的指纹关键到底在哪里 如果外资还在砍投信 还有一些持续调节压力 没有结束的话 哪些避开哪些小心呢 首先我认为外资这边 在秩序追查力道并没有非常强 大家可以发现 从上个星期大跌超过 900点的一个周下跌之后 在这个礼拜 其实持续下跌过程里面 外资其实卖超的幅度 其实并没有非常大 包括说昨天大跌了300多点 但外资也只有卖80几亿 那上个星期四星期五两天 分别卖200多亿跟100多亿 其实我总和来看的话 这一段的下跌 大多数跌的是内资在杀出 尤其在投信 拜投卖出之后 就很多的跟着投信操作的 执行快速的一个套礼 所以现在其实最大卖压 并不来自于外资 这是我的观察 而且你可以看到 昨天的外资在期货 昨天都选择结算 外资在期货的一个空单 回补了5000多 现在会平常只剩8000多 所以我认为外资 现在在美国股市 已经进入到一个 主体反弹的过程面 追杀的力道并不强 但是国内投信 追杀力道倒是非常强 轮动的速度很快 那这阶段里面 包括说我们跟大家提醒 要先避开的德威 从当时300元到现在172 还在创新低 然后近期已经开始在发酵了 包括说像3374的精彩 投信啊 这个四五月份买的非常多 这个已经从152 杀到100块 这个我短线上来讲 跌幅也是相对的 已经比较大了 然后你看到今天 持续在追杀的是谁 8069元台 这是投信 从去年就一路买的 现在在追杀 还有就是今天刚刚转弱的 9802的F预期 这也是投信最近 积极把资金往这边做集中 然后大买的 今天也在补跌 甚至于是昨天 大家在讲 这个生活小确幸 5904的保养 投信其实才刚刚买 今天很戏剧化 四处还涨停板的 对 这个其实就是 我跟大家报告的事 现阶段投信的一个买盘 当然还是会有人 去跟随着它操作 但是冲高之后 这些都不稳定 你必须要有它的一个 整体位阶是属于一个 横向整理过后 去年没涨到的 你说保雅去年有没有涨 其实保雅去年还算是强 它是高档整理 但它前年涨非常大 那所以它现在位阶算不算高 也不算高 也不算低的 来到这里就不高不低 所以这个就不是 大家去做追求的部分 那今天有没有股票涨停 也有 营收表现好的是谁 是在网通对不对 去年大家网通都缺晶片 所以今年一开始最强的是 3559的一个神准 神准带动了整个网通金票 我上次走的时候 近期留到谁 219的重企 低价的股票 去年其实基本上没什么涨到 低价就会有反弹的一个空间 市场就比较敢去压保它 未来转机的一个机会 所以股价 你看从最近的一个大盘在破底 它股价破底之后 营收一公告 哇 这个破底翻 还有像光通讯的个股 4979的滑行光 哇 最近真的超级飙 爆量之后拉回一天之后 公告了它的四五月的获利 已经有是呈现一个转货为盈 呈现一个大获利的状况 股价今天直接跳空开高之后 又守住涨停 好 我想这是最近的一个 盘面上的内容 所以我会跟大家来报告的是 现阶段你在操作 第一件事情 可能不是看基本面 可能是要看它的技术面 还有就是筹码面 技术面如果是去年 已经有涨过了 今年机会大概都不多了 所以你不用去看 它的一个基本面再好 可能都是暂时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现在市场上 都已经开始普遍认同 这个可能下半年 就可能有进入衰退的一个可能 明年大概全球 可能都是进入衰退 如果是衰退 那整体的一个个股 本益比会被压缩 尽管你的基本面 还是一样非常好 但是因为本益比压缩的情况之下 本来过去资金宽松 市场融景的时候 本益比可能给你15倍 20倍 30倍 甚至于像我们在说的 IPC制裁的力旺 它的那个本益比是超过100倍 最高到2500 但你看它这个修正可不可怕 去年11月还在2500 现阶段已经跌破1000块 那一张其实都已经腰斩之后 还要再折价 这就是本益比的修正 所以现在投资民在操作 务必要去找未接低 然后没有涨到 那可是它又不受到 现在经济影响的 那我想现阶段大家在看的 工业电脑IPC的部分 我认为还是有机会 但是其实他们的未接 其实如果你看 像814的重华点 从去年的一个 5月的低点66.5 来到今年的5月的高点 6月的高点是144 其实涨幅也相对大 现在最近在往上标 是因为投信开始往上走 再加上说市场资金往这边流露 可是我们也担心的是 现阶段大家的背影比都在压缩 那你已经涨了这么高 还没有再做一个往上推升的领导 我觉得这就不是投资民要首选 反而是我会认为说 相关来讲 还是市场上比较什么 没办法去评估未来 本一比的反而会比较有机会 你看今天的一个元宇宙 其实这个大家真的算不出来本一比 但是它的一个长期景气方向 是不是对的 是 那我会认为说 如果现阶段市场的一个追空气氛很强烈 那你一定要有一个族群 是往上进行一个强烈带动 它才会有一个 这个抑制这个空头气焰的一个方法 所以你往上带动的时候 你刚刚讲的像网通啦 工业电脑 其实它是比较有业绩题材的啦 那投机指标的元宇宙 也算是压抑空方气氛 很重要的一个族群吗 没有错 我认为这个是压抑空方 你必须要有基本面的股票会涨 然后你这个具备有投机性的股票 也会赶涨 这样市场上做多的意愿会比较强劲 那另外的话 我们来看到整个生技族群 其实最近是扮演着一个 避险的一个角色 但是看到今天的 这个亚法亚法 连续两天的回档修正之后 它也出现了一个状况 也就是涨多 它毕竟还是要进行休息 它今天已经 我们看把线图拉大一点点 今天已经把这个蛮指标的月线关卡 给做跌破了 是没有错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跟大家讲 这个位置高价的 你不能去追 但低价还有机会的 你可以慢慢的来去做留意 好 那我想今天整个生技股群 会被药丸先做一个带动压低 因为最近它相对比较抗跌 有进行一个补跌的状况 但是如果你从 大家里面再去做搜寻的话 相关的一个新药股 位阶比较低的 如果它是在 大概100元上下的 我觉得这些部分 你再去做留意 那当然今天的部分 我会认为说 等到市场比较指稳 再去做一个考量 但是这是未来的一个操作方向 那另外的话 我看到了整体的一个 航太族群的一个题材 其实今天我们看到 很多的一个个股 其实我们昨天在讲 我把航太 解封概念 长荣航 滑航期 今天相对还是比较指稳的 那包括像飞机领导舰 汉翔 陈田 宝一 祝龙 那其中里面 我们可以特别先观察一下祝龙 因为这个诚量比较小 但是它有具备一个意义是 它是现在航太里面 相对比较高价的个股 而且技术现在其实维持多头 那这个是我要跟大家报告的 就是你现在找股票 尽量去找 还是一样我刚刚所说的 像你看祝龙 去年一整年基本上都没有涨到 那股价现在 从100元往上走到最高140 拉回到120几 那投信其实这边 有小伏信的一个买进 毕竟它诚量相对比较小 这个投资本要先留意 但它具备有一个指标的意义 如果它在往上攻 那比较投机的会是822的宝一 一样是所谓的飞机领导舰 你看它也是去年一整年都没涨到 基本上两年没有涨 那这一段时间里面攻高之后 爆量拉回来到月线 又在进行转强反弹 但市场实况不好 他们也继续攻 但是这个是比较有具备 有这种投机意义的 所以现在投资本在找 我会认为说 如果你比较积极 先去找这些比较中小型 但是它有放量之后拉回的 然后整理族群有龙头代表 再往上攻的 那另外也就是 相关的一个生计族群 还有就是 车用间怎么样 6279胡连也往上了 车用的部分 我会认为说胡连 当然是因为财报的一个公布 相对的一个转强 但是一样要去留意到 它在往上攻 它也面临到了前波的一个 去年12月的一个高点 147 那在这里面 大家也比较担心的是 连续性的一个大涨 现在市场市场 没有那么好 利多我觉得就反应一天 包括说像我们跟大家讲 生计股的国光生 挺坚还记得 我们在37块附近 跟拿报告 就它最高涨到了 41.75 然后这几天拉回之后 又因为公布财报 跳空大涨 但我们昨天 特别跟大家报告 昨天一定不要去追 你看昨天如果你去追 又追到相对高 41块多 那今天短线上 创了短高418之后 立刻就又拉回 所以我会建议说 财报的部分 先不要太过于 积极的去做追降 反而是它如果 技术面呈现比较强势 然后财报刚刚好转的 我觉得投信准备要进场的 会比较有机会